小梅 昨天的事 我撒谎了 是我以前的一个朋友 突然回国 来看我来了 是叫蕊蕊吧 结婚当天你躲着我不肯回来 就是因为她吧 你当时跟我玩失踪 我忍了 领证当天我看见她给你写的字条 我诱人了 现在你把人都领回家了 你还要我忍吗 你不想往家头积钱 你就说你不想往家头积钱 你说你弟弟干啥子 你弟弟要是当初能考上大学 肯定比你强 考不上是他自己不争气 你咋不能拿他跟我比呢 我就说你上大学没得用的 还不如人家在乘头当保姆呢 你说不能比我去当保姆吧 当保姆咋个了 你干啥给比你花花 人家在乘头当保姆 一个月五六千 有吃有住 还能买衣服 一个月按时给家头积三千块钱 从来就没断过 行 你要是想让我当保姆 你要觉得当保姆好了话 我现在就去跟人当保姆 你满意了吧 我生你养你把你拉财打 你现在羽毛瘾了 还敢给我顶追了 明天我就给你弟弟要饭去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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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了